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 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在全球范围之内 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加强监管 并用行政力量刺激经济 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 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 政府管理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因此在经济领域中 一直持续的关于政府与市场之争 天平今天似乎倾向于政府 但一直也有专家和学者 怀疑这种超越市场干预的效果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 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 他就是中国企业家论坛 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莹先生 大家欢迎 张教授您好 欢迎再一次来到世界大养堂 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一个介绍张教授的短片 张维莹一直以来都是国内 经济学家中备受关注的一位 1959年生于陕西 1994年获牛津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 20多年来 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 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中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 并系统论证 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他的企业理论 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 以及有关市场化 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 在经济学理论界 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 有广泛影响 张教授 您在2010年 也就是去年 出版了一本新的专注 叫做市场的逻辑 是吧 那么您在这一本书里头 是不是对整个中国 30年以来的这个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 是不是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 是 其实包括这样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理解市场理论 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部分呢 就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过去的30年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是如何进行的 第三部分呢 实际上是对经济危机的反思 就是危机 就是市场导致的 还是政府的 错误的政策导致的 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才是真正有效的解决危机的策路 第四个方面 就是展望一下中国未来 我们未来经济承担的潜力 和我们市场化 民主化改革的道路 就应该如何进行 就是这本书吧 对 应该在30万字以上 看这个规模来看 市场的逻辑 听您刚才的介绍 这本书实际上 包含的方面非常管 首先一个其实 还是关于市场这个概念 带有一点启蒙性质 就是说我们搞了30年市场 取向的这种经济改革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 其实对市场的认识 是肤浅和模糊的 是吧 是 其实整个人类历史上 有关市场的增容 也就存在 但是在经营危机之后 可以说 其实每个历史阶段 一旦有一个重要的危机的时候 人们一般的就是病毒乱投医 那这时候云以显到 怎么用政府呢 去所谓弥补市场的曲线 那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的历史的 真实的历史 看见是政府好多所谓 弥补市场曲线的办法 是带来更多的问题 而不是减少的问题 包括这种危机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在2009年 各国采取这种强力的 刺激政策之后 那今天了 通货膨胀的压力 还有所谓 主权债务的这种危机等等 其实变成了下一波经济波动 甚至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说您最近在读一些 中国的古典的一些书籍 包括像史记 像四把签的一些货之列传 好像您也在读是吧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好多的误解 因为好比这个市场经济 就是西方来的 其实不是市场经济的 它也是东方的 它是人类共同的 尤其我们看一下 这些历史上 一些伟大的思想家 他们有关市场经济的论识的话 非常的有意思 我发现一下 司马切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的 放任市场的拥护者 这个要比西方 好比是比亚当斯密 要早了一千八百年 对 那么所以这些市场 我们都给忘掉了 好 今天我们请张伟云教授 来给我们讲一讲 市场的逻辑 与转型系的中国经济 大家欢迎 经济领域 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争论 从未间断 熟是熟非 历史与现实 为我们做出怎样的论证 真正的市场经济 其特征与机制如何 如何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它 什么才是市场的逻辑 经济学家张伟云做客 世纪大讲堂 讲述市场的逻辑 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大家好 我们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 但人类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过去的250年里边 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万分之一的世界里边 那么在这250年里边发生的是两个重要事情 那第一个就是人类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好比在15000年前 那么世界的平均的人均GDP呢 只有90国际元 那么一直到了250年前 可以达到了180国际元 那也就是说花了一万多年的时间 那我们才翻了一番 但是在过去的250年里边 我们的人均GDP呢 增长了百分之 增长了37倍 那也就是说达到了6600国际元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人类的漫长的历史当中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突然之间在250年里边 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那第二个重要变化呢 就是各国之间 或者各个人居住的期间呢 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那在500年前 那人类最富有的国家 和最穷的国家 它的人均GDP的比值了只有三倍 那我们现在看了 人均GDP的比值了 已经达到了三百倍 一个最富有的国家 和最穷的国家 那么差距了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人类呢 在过去30年里边 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 由于中国的崛起 那使得世界了 从过去200年的这种大分离 就是差距越来越大 又变得开始差距缩小 那当然如果这个趋势 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设想 未来50年100年之后 那人类世界各国的差距了 也许就慢慢不像现在这么大 或者甚至可能了 回到了250年之前 那为什么人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那我想最重要的呢 就是人类呢 有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 这就是市产经济 也是由于不同的国家 在市产经济 或者经济的市产化方面呢 程度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世界的各国呢 那么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像我们中国 那么只是在过去30年里边 我们真正开始 实行市产化的改革 这样是我们中国在30年里边 取得的经济 征战的成就了 变成了一个 在世界上呢 被成为一个奇迹 所以我想我们要认识人类的历史 认识中国的变革 包括我们未来 中国究究 潜力有多么大 那我想了 很大一个程度上呢 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市产 那市产是怎么运作的 那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在1776年 亚当斯密的国父弄里边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财务 久久怎么样才能增长 靠什么 就是靠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靠的发明篡造 那么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 和发明篡造要靠什么呢 要靠劳动分工 那么分工越细 我们技术进步就越快 劳动分工靠什么呢 靠市场 特别是市场的规模 比如说一个经济规模比较大的话 它的劳动分工就可以比较细 劳动分工比较细的话 那么它的技术进步就比较快 那然后呢 财富经济呢 也比较快 那财富的增长了 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的规模 扩大了市场的规模 又导致新的劳动分工 新的这个技术进步 那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 正循环的一个途径 那么我们人类的这200年 其实看一下就是利用全球市场的一个过程 中国过去的30年了 也是利用全球市场的过程 可以说没有我们的改革开放 如果我们不能够利用全世界的市场 那中国过去30年了 很难选择这么大的成就 那么在这个期设 我们来去真正的看一下 那市场了是怎么回事 那要理解这一点了 那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 理解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呢 我们知道虚实界从自古以来都有好多的争论 好比中国历史上 就是所谓性善性恶的这个争论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所有的学者 哲学家 甚至宗教创立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 就是人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这一点我想 不同的这个修派之间并没有大的争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特别是对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 什么是最好的办法改进 才能改进自己的生活 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来看 那么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化为两种手段 第一种就是说 怎么通过是病人不幸福 自己变得幸福 那么最简单就是 我们大街上看到抢啊偷啊 病人的东西拉到自己手里边 病人不能享受 自己可以享受 那这个呢 我叫它强盗的逻辑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怎么通过是病人幸福 而自己变得幸福 也就是给病人串着价值 给病人串着财富 然后自己获得手术 自己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呢我叫它试产的逻辑 那人类的历史啊 大实来讲可以说 就是这两种逻辑在不断的作用 有时候这种逻辑可能 占足道一点 有时候那种逻辑占足道一点 我们就有一个最近的历史啊 和比如说 日本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的是什么 强盗的逻辑 就是它希望通过这种武力 战争的方式 不必要做国家的财富来掠夺 来服务于本国的民族 本国的人民 但是他们失败了 二战之后 他们怎么又撅起的 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靠什么 靠市场的逻辑 也就是说他们生产出 其他的国家的人民 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他们就变成了 世界大的经济体 像日本 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只是在去年了 才被中国超过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中国人买了多少日本的产品 我们为什么买 是因为我们喜欢 因为它给我们带来好处 大家也不要想说 我感觉这个强盗的逻辑 就一定是大街上 简单的那种偷啊抢啊 好多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 我们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通货膨胀 它就是一个强盗的逻辑 它不一部分财富了 财富了从一部分人手里边 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边 但是合法的 因为什么呢 现在政府有垄断 印象货币的权利 好比说 现在的社会财富 有一百亿 那如果政府多用 多印一百亿的票子 然后交给某一部分人 实际上等于 一半财富了 就转移到 拿到新印的票子 这部分人手里边 那这样的话 一放一收 试下来就不一大部分的财富 由民间 由私人部门 转现了政府 转现了规有部门 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一个强盗的逻辑 私财的逻辑是说 我们每个人 你要幸福 你就要为病人串着价值 给病人带来幸福 那在这里边 不是你的出心 是为了病人 你出心可能是为了自己 但是私财就是这样一个 有魅力的机制 它是你要为了自己 你就必须为病人 所以我用一句简单的话 就是说 你有利己之心 但是你必须有利人之心 只有你用利人之心 你的利人的行为 才能满足你的利己之心 那我们看一个企业 在市场当中 什么样的企业 最能够生存 简单的说 就是能够给消费者 带来最多剩余价值的企业 我们两个企业竞争 哪个企业能成功 就是说 哪个企业是给消费者 给消费者带来的 剩余价值再多 和比如说 我生产一个东西 我卖10块钱 这个东西带你这12块钱 所以我带给你的剩余 只有2块钱 他生产一个东西 他卖给你是8块钱 他给你带来的剩余 总价值是11块钱 他给你带来的剩余 就是3块钱 那这时候 他就可以打垮我 所以私材的竞争 本质上就是说 谁未必能带来 更多的剩余价值 或者说更多的幸福 那我们可以像我们中国的企业 过去30年 国际上打垮了好多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 使得我们中国的产品 遍布了全球 靠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给世界人民 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 带来了更多的剩余 所以他买美国的产品 他可能质量确实比我们的高 但是因为他的价格更高 所以先比而言 买中国的东西 给他带来的好处更大 所以他宁可选择买中国的东西 最后就是我们看到 私权竞争的一个基本菜典 那话说后来 那我们说这个不仅是在每一个企业 在客户面前是这样 其实我们企业在这个员工面前 在供应商面前 在资本面前都是这样的 哪一个企业最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员工 那一定是哪个企业 使他为了这些优秀的员工 提供了最好的待遇 那也就是使他变得更幸福 所以这就是私权的一个基本菜典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私下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有自由有竞争 那么自由的前提是什么 是私有产权制度 有了私有产权制度 你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 如果没有私有产权制度 我们是不可能引证真正的自由的 何必我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好多人有房子了 有私有的产权的房子 过去在计划定义下你是没有的 那所有的房子都是正式分配给你的 那你感觉什么时候自由大 当然是现在自由大 那现在如果你跟单位的领导啊 关系不好 你还可以炒油鱼 炒他的油鱼 你自己跳槽了 那你房子人在那 但是过去的话 如果你跟单位的领导不好 你要走都没地方走 唯一走了 你的生存生计都没有了 你房子都没地方住了 所以说财产制度对人的自由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了自由 我们就不能够被别人强制 比如一个企业 你不能强制别人买你的东西 每个消费者 每个公民 他有基本的自由的权利 只有他愿意 他才买你的东西 那你要是他愿意的话 你卖出去 卖任何一个东西了 你都不去满足他的需要 也就是给他带来幸福 所以这样自由的交易 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同样员工也是这样 我们过去一个工人 你在什么地方干活 那么是由政府支配的 你没有自己的权利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那这个时候可能 分配给你的一个工作 可能不适合你干 那么这时候 你自己心情也不愉快 所以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下 大家就说每个人都在抱怨 都觉得自己 都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是因为了你没有自由 那么如果有了自由 那么只有任何 只有一个雇主 他能够给你提供 那么使你感到 必须在其他的工作 更好的条件 你才会接受这个工作 所以我想这一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刚才 讲的这些理论 无尊于下了 并不新 我们看一下历史 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老子 老子可以说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但是老子呢 当然不是一个四成主义者 老子他追求自由 他反对政府的敢于 那么他的 对人类追求幸福的 基本的结论呢 规矩为就是说 我们要减少我们的欲望 所谓清心寡欲 这个小国寡民 那这一点呢 到了 好比说 这个西汉的 史号 史玛切的史号 这个就不一样了 史玛切认识到 就是你要减少人们的欲望 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吧 人们喜欢看好看的东西 喜欢听悦耳的东西 喜欢穿好的衣服 喜欢有荣誉 所以这些呢 你是没有办法 按老子的那种方法 去劝说 使大家没有欲望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用 放人自由的四成 所以按照 史玛切自己的话讲了 就是说 面对这样 老百姓 他对追求幸福的需求 那么最好的政府 应该做的什么 松起自然 其次呢 是因事利盗 那么再其次呢 你可以去教会 再其次呢 你可以去规制 最糟糕的 也就是最下者 与子真 就是与民真理 所以这样一种 四成的理念 可以说 中国两千多年前 都伟大的人物 史玛切 已经简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每一个人 像这个农工山羽 他们各有丰工 他们各敬其利 各乐其次 这样的话 只要政府不敢于的话 那么这个财富啊 就像水啊 从高速啊 低出流啊 所谓这个不招而来 不秋而明自出 那这就是一个 市场竞争 所导致的结果 我刚才讲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市场为什么能够串通财富 就是企业 它要竞争 它要竞争的满足人的需要 竞争的是大家去幸福 当然你要是 你怎么能够比别人做的更好 那就是你要靠创新 所以在市场经济当中 我们发现创新呢 突然大大的加快 200多年前 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 和比几千年 我们人类的年纪 是进步率啊 不超过百分之零点零五 那意味着每一千五百年 人均GDP了 才能翻一翻 而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边 技术进步年率啊 达到了百分之一第二五 也就是过去几千年的三十倍 那百分之一第二五意味着什么 人均GDP了每五年 每五十年就可以翻一翻 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 当我们全世界走下了市场经济 就是全世界都在竞争去创新 由于有这些创新 我们才有了这样大的进步 我们看一看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所有的东西 跟200多年前 是完全不一样的 200年前 好比说一个英国人 他过的生活 并不比古罗马斯大也好 但是在我们有了市场经济以后 我们看一个巨大进步 我们在不断地使用新的东西 我们今天使用的 所有好多的工具 在我们三十年前 大家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设想一下 在三十年前 我们曾经借过电话的人都很少 但我们今天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竞争 每个企业追求篡造 它给我们带来的人类的进步 我还要强调一点 在市场经济下 本身它是一个消费主缺的经济 一个企业干的好坏 谁输了算 不是企业输了算 是消费者输了算 如果消费者不认可你 你生产 你认为这些借的技术 卖不出去 你都不可能致富的 所以我看到 市场竞争当中 能够致富的企业 能够致富的企业家 一定是他服务于了 更多更多的民众 上过来说 企业家 在市场经济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企业家 他和原来的历代的 我们大宽贵人 最大的不压是什么 最大的不压家 他是在伺候别人 那无论下可以说 过去的体制 历朝历代 都是相对比较笨一点的人 伺候相对比较聪明的人 你伺候国王 伺候大臣 市场经济下 是相对聪明的人 伺候相对笨的人 现在的聪明人 就是企业家 因为他为什么 能变成企业家 就是他判断未来更准确 他看得更清楚 他有一些更多的思想 能够去创造价值 我们普通人 我们比较笨一点 因为我们为什么 不当企业家 就是因为我们没那么聪明 但是没关系 是相对聪明的人 伺候我们 我们在决定他的命运 这个可以说 比西方民主政治 竞争还要厉害 西方民主政治 好像美国 总统选举 是每四年选一次 那么你选上之后 只要你四年内 没有什么大的错误的话 你这总统就可以当四年 那你看看企业 看看企业家 他的位置随时都是不稳的 因为我们消费者 每天都在投票 重选 你一个企业做得再好 你做了三十年五十年 都是很好的企业 你只要有那么一年半载 不努力 不好好做 消费者就我们就学下去了 你就完蛋了 那么市场经济呢 受费的是什么 是普通大众 不是少数人 看看我刚才简单 哪一个企业 最能赚钱 哪一个企业服务的人 最多 所以是企业之间的竞争 模准一下了 也是竞争 谁能给更多的人提供服务 所以它不是一个少数人 获利的经济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过去的皇帝 出行了三十二台大教 那么老百姓呢 只能步行啊 骑毛驴的都很少的 是吧 那现在的不是这样了 尽管我们看到 富有的人 他坐的车是比较好 但是我们所有相当低的人 一定有一辆车 就是现在一辆 大家现在是 哪怕一百万块钱的一辆车 和几万块钱的一辆车的差距 越越小于过去 坐轿子 几十人胎的大轿之间 和一个人步行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 它从市场经济当中 得到最大好处的是什么呢 是普通的老百姓 而不是当官贵人 市场经济呢 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 过去一个特权阶层 它可以几代的往下遗传 现在 一代 现在一代 它都没有办法遗传 如果它不努力的话 那么甚至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都会讲到说 微软离破产只有十八个月 那微软够牛气 但是呢 它每次每个都胆战寻金 如果它不创造 不为消费者 不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 它很快就会完蛋的 所以我想这一段 是我们要正确认识到的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 谈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我们市场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生产和消费者分开的 和比说 我们今天使用的东西 谁生产的 我们不认识 哪怕甚至一些简单的跨拳手 老板你不认识 员工你不认识 而我刚才就 市场规模越大 那么经济发展就越快 我们有全球市场 那我们的经济发展 就比一个 紧接地域市场越快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人与人之间怎么信任 你不认识人生产的东西 你怎么放心的买 那有些东西可能不太重要 坐椅板凳 质量好坏 还不很关键 但是好比你生产的食品 好比牛奶 这些东西 不认识人生产 你怎么敢放心的买 所以信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出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我们叫利用制度 我们为什么让一些人当老板 认识人当雇员 实际上是为解决信任问题 那我简单地说 一个老板或者拿利用的人 他又对所有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我说利用是一个责任 举例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餐馆的老板 你也雇了几十个人 有洗菜的 有端盘子的 有厨师等等 那么这个饭菜的质量 依赖于所有人的努力 这下有一个客户 到你餐馆之后吃饭 吃完以后食物中毒了 住院了 现在谁承担责任 是老板承担责任 尽管这个食物中毒的原因了 可能是厨师在做菜的时候 那么这个没有做干净 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带进去 老板可能在几些类之外旅游 但是承担责任是老板 所以我有句话说 在这书里边就说 什么叫老板 老板就说找不到病人的毛病 都是你的毛病 这就是老板 当然了 你又接受这种责任的话 你就要去监督他 好比说 你雇一个新的服务员 你要进行体检 因为如果你不体检 他身上带一种传染病的话 那你这老板就倒霉了 所以老板本质上是一种责任的制度 利用本质上是一个责任的制度 你能够为多少人承担责任 你才能够担多大的老板 何必说 如果我这人认为说 我只能为自己承担责任 那我只能当个体责任 或者我当一个雇员 可以为一百人承担责任 那我可以办一百人的一个企业 如果我可以为一万人承担责任 我可以办一万人的一企业 所以你承担责任能力的大小 实际上在决定你赚钱能力的大小 我进一步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四川市有好多的品牌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品牌 也是为这些 让这些品牌的企业 为所有连带的企业承担责任 特别善有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买一辆车 然后开在高速路上 结果这辆车出事故了 你造成你的这个人身的伤害 车为什么出事故了 车内走成了质量不合格 走成为什么不合格了 所以说钢材不合格 钢材谁生产的是 善有钢体企业生产的 不是汽车企业生产的 但是呢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是汽车企业承担责任 然后呢 汽车企业再去追溯钢体企业的责任 所以下游的企业 品牌的企业 就是对所有的善有企业 承担连带责任 从这个意上呢 也可以说一个企业 你究竟能够做多大 也依赖于你能够为 多数的善有企业 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你不能为 其他的企业承担责任 你可以做像OEM 或者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零部件 但是如果你可以为 大量的企业承担责任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下游的 一个品牌的企业 再讲那些沃尔玛 沃尔玛卖的东西 是几千几万个企业生产的 甚至在连带 它几十万几百万企业生产的 但是不用谁生产的 只要沃尔玛卖出去的 沃尔玛就得为它承担责任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从这个意下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 在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显然了证明 就是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 这个承担连带责任的能力 还是比较差 甚至他可能没有真正的 认识到这一点 那会比说我们看 三年前的这个牛奶事件 就是三聚清安 是谁加进去的 不是这个牛奶企业加进去的 可能是农民加进去的 奶农加进去的 也可能是什么 是那个奶战加进去的 但是谁应该承担这责任 是牛奶公司 如果你没有能力管好奶农 没有办法 监督好奶战 算的问题 就是你的责任 即使法律上不算你的责任 在生育上仍然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到哪一个奶出问题了 那么哪一个奶的品盘 就完蛋了 那么甚至可能出现一些 更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现在 市场经济的一个责任制度 有了这个责任制度了 所以我们现在买好东西了 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比如说我买跨拳锁 我不认识跨拳锁的老板 但我敢和跨拳锁 有意思 如果我出问题了 我一定能找到谁来负责任 从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 有时候对那座大的企业 比较有反感 因为认为它垄断 占有市场分别太大等等的 这我觉得可能道理就不充分了 我们可以说一下 如果我们市场上 没有这些大的企业 我们能够信任吗 相互信任吗 我们不能信任 还有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有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保护品牌 我们保护商标 不是为了这些企业家 不是为了企业 而是为什么 为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只有这些品牌的权利 商标的权利都要保护 那么这些企业才有幸借了一个好的商业 好的品牌 然后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使用它 或者我们可以再倒过来讲一下 现在实际上 假如你去超市看 假如我们不超市 所有商品的商标都撕掉 有多少东西你敢买 没有多少东西你敢买了 为啥了 因为你受批上当以后 你都不知道去找谁去 所以就说 现在我们这座知识产权制度 它是我们现代市场 建议的信任非常重要的制度 我们的企业制度 我们的利用制度 都是我们建议的信任的制度 所以我们不要再误解 我们觉得 让某一个拿利用 是给他一个奖赏 某种意义不属 是让他承担责任 在市场经济当中 我们每个人 只有你有这个能力 你都可以那么去做的 有竞争 你做的比病人好 你有更高的承担责任的能力 你就可以不其他的企业给打垮 你就变成了大企业 所以这个我现在都是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那总结一下 我刚才前就说市场了 它是死的 个人的幸福 必须为其他人带来幸福为前提 那么这样了 导致是每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就必须为社会创造财富 创造价值 所以有了资产经济 那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的财富 就不断的增长 这个社会的技术就不断的进步 我们消费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社会整体就繁荣起来了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有好多的制度设计 包括刚才就是利用 没有利用 如果谁都不拿利用 因为就没任何人承担责任 出了问题以后都逃避了 有了利用 你既然要拿利用 就是你只能拿最后的 不必人的工资都付完了 不成本都付完了才是你的 你干不好你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社会约束过人 然后以此为基础 借一个相互信任的制度 的一个机制 那有了一些制度 我们才看到有了 真正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中国过去30年 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 就是说我们引入这样一个制度 全球经济危机 国家干预是否是解决之道 纯粹的市场逻辑能否实现 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发展 起到哪些作用 产业转型如何才能实现 世纪大讲堂之市场的逻辑 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正在播出 非常感谢张明教授精彩的演讲 那么在张教授的演讲中间 我们也都已经听得出来 张教授是反对政府调控的 或者说是原则上反对政府调控的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之后 包括美国这样实行 经济自由政策最彻底的国家 经济体也都出现了一些 国家干预的一些行为 而且由于有这种行为的存在 那么好像也起到了一些 我们看上去好像有一些效果 如果当时不采取 这些政府干预的措施的话 有些人甚至担心 整个经济会崩盘 是吧 您当时有这种担心吗 我没有 其实首席一个就是 你若认识到就是 这个危机本身 它就是由于政府 特别美国政府这座 过度的低利率 宽松的信贷导致的 格林斯坎政府 而这个再往前看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2001年 布什政府特别担心 经济出现萧条 所以就出现了这座扩展的政策 这个扩展政策 使得那一次危机 小的萧条没发生 导致了2008、09年 这个大的萧条 大的危机 那么在这发生之后 其实你可以这么讲 像中部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可有太慌张了 有些就是危机 它要经过一个实际的消化 就是当你过分的扩展 导致这种萧条 你一定要让它自然的消化过程 否则的话 这个毒素 它从来出不去的 然后像我们现在 我们马上 用那样强的刺激政策 结构了本来我们的产业转型 你就没有办法做了 就是产业转型 什么时候最能容易转 就是说 你有压力的时候 一个企业家必须 创造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才会转型 如果一个企业家 他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卖东西 那就不快转 就是说 你这种解决危机的办法 经常是带来了新的危机 好 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环节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有疑问的 要向张家兽提的 请举手 张老师 从您的演讲可以看出 您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倡导市场的逻辑 但是我想问您是 市场的 纯粹的市场逻辑 是在现实中 是不是不存在的 因为政治与经济 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很多人就评价 您说您无关一身亲 才敢于说真话 您怎么看 谢谢 第一个 理解的完全在 我讲任何一个现实中 从来不是一种逻辑在其中 我感觉也就是 人类的历史 是这强盗的逻辑 和市场逻辑 在同时在起中 只是某一个时代 市场更强烈一点 另一个时代可能 强盗逻辑更强一点 因为现实了 我们要好多的 包括我们政府的感应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所以这是肯定的 我无非说 我们现在过去30年 至少进步了 就是市场的逻辑 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然后你为别人创作幸福 你自己就可以获得收入 那计划进行是不行的 我希望未来 强盗的逻辑更少一点 市场的逻辑更多一点 至于你问到我这个 当然不同的人角色了 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能不能改变别人 你不能改变别人 就改变自己 对吧 那如果你不愿改变自己 那就离开 对吧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我们评价一个观点 我们有时候你要 就是我们要实身处地 站在别人的角度 就是我们更理性的 他有他的难处 就像我老讲 我说我给政府官员讲的话 我一开始都会讲这样一句话 我就是首先告解 就是你们该听完我的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政府有政府的规则责任 责任 我那是听听而已 我并不是你一定要按我的去做 我只是想传播一种理念 一种思想 这种理念思想 如果大家逐步地认为都是对的 那我们就都按这条路去走 但你现实的 你总是一个你有你的位置 你按你的位置的要求去做 这个我 这是我的看法 你不要以为 我可以超脱这个现实 而我相信就是说 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 他要比一般人就要更有超推一点 但你绝对的超推是没有的 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你可能更注意看着说 你未来的思想 因为你的所有的民生就一退 你的思想是不是经这些考验 对 如果你是个机会主义 今天这么假 明天这么假 最后其实你是毁了自己的民生 从这一项我也可以告诉你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不是有人自私的 有人不自私 有人重力 有人不重力 不是 就是你看多远 有人看得比较近 那你就只注意银头小力 有人看得比较远 那你就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像孔子 老子 一看几千年 眼下的这是根本不管的 那就很伟大 对不对 我们普通人看不了那么远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变 就不可能那么伟大 就这意思 张教授您好 感谢您的精彩演讲 那么 我是来自于一个外资公司 为他们服务 那我有两个问题 想向您请教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 有来 那么外资企业 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那么他们在这个 中国市场的发展中 体现了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您如何评价 这些外国企业 那么 这些企业有的是巨头 在中国反而失败了 有的是一些中型企业 在中国反而成功了 您如何评价这些企业的 成功的共同点 以及他们失败的一些共同点 这有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 在您今天演讲中 提到了很多企业家和员工 这两个层面 那么目前中国企业中 还有很特殊的一个层面 就是职业经理人 这个层面 那么他们并不像老板这样 扛最终的利益 责任 那么但是他们 要分很多的这个利益 那么不管在国内和国外 他们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么很多公司上市之后 交给职业经理人员去运作 他们的一些坏的行为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公司的 很多负面的因素 可能因为他们行为倒闭了 那么您如何评价这些职业经理人 在他产生的这些阶段 未来中发挥的作用 谢谢您 首先我们说 外资企业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中 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个贡献不仅是他自己的产值 销售 还有带动了中国技术的进步 除了他的技术的以外效应很强的 那还有管理 外资企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笔管理人才 你看现在原来一些人跑外企工作 现在从外企又走下民营企业 甚至贵献企业 这个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如果是没有外资企业的话 我们整个中国的经营环境 完全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看最佳的卫生条件 你看麦当劳来了以后 其实是中国所有餐饮业的卫生条件 大大改善 这个人带来的 这种比麦当劳本身要重要的多 那么至于有些企业成功 有些企业不成功 这个任何市场上都一样 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能够真正理解消费者 理解中国的消费者 你为他创造了幸福 创造价值 你就成功了 否则就不会成功 外国的企业也好 中国他进入市场之后 他就有猜消费者需要什么 他猜对了 水平高 猜对了 他就成功了 猜不对他就失败了 那么尤其一些大的企业 好比在国外市场 他消费有国外市场的特点 就像我们中国一样 富人喜欢的东西 和穷人喜欢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要从美国 欧洲这个市场进入中国 他一定要真正理解 中国市场本身 他的一整套的体制 也要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 至于这个最经历的人 那么一般的这些 这一经历的人 我们只是他本身不占有股份的 那么他和这个劳 企业所有这之间 是一种 我们叫这个委托代理的关系了 在这个关系当中 就是他的这种 所谓诚信责任 质疑精神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非常遗憾 就是我们中国历史这个原因 中国非常缺少这个 治愈经历的精神 那这是我们出现的 大量的这种 目前看到市场这种现象 我前面讲 就一个老板 你要为负责任的 你能负 就是说 你能为 有能力为多数人 承担责任 你才能赚多大的钱 但是他能不能为 多数人承担责任 依赖于治愈经历的人 坚强 如果没有好的 治愈经历的人坚强 那你可能只能管 很少的人 有很好的 治愈经历的阶层了 你就可以管到 几万甚至几十万 所以这一点就是 治愈经历阶层 对未来 中国的企业能处多大 有很大的关系 这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家 你的承担责任的能力 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一个素质 不仅仅你自己的管理制度的设计 还起进于外部的环境 如果整个这个社会 治愈精神比较好 成性比较高 法治比较健全 那你就可以把好多事情交给病人 你很放心 有些问题就可以追究他的责任 如果是整个社会的成性度比较低 产区保护不健全 随便可以偷别人的东西 按强盗的逻辑来支付 那你最伟大的企业家 你要做好这个企业都很难 这是我钻礼的欢迎 非常感谢张教授的精彩演讲 让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梳理与认知 那么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在经济转型期应该如何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有关这些问题下周同一时间 请张教授与我们继续探讨 下周世纪大养堂我们再见 欢迎走进世纪大养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 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上周的设计大养堂张维寅教授为我们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特性与机制 让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梳理与认知 那么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经济转型期应该如何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有关这些问题 让我们请张教授继续为我们进行主题演讲 市场的逻辑与转型的中国经济 有请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在哪里 职权经济的弊端是什么 产权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怎样 如何才能最大的发挥出来 经济学家张维寅做客世纪大讲堂 继续讲述市场的逻辑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下面我给大家来讲我们中国这个过程是怎么变过来的 中国的改革了大致可以解释为市场化的过程 这个包括我们的价格自由化 包括我们贵有企业的民营化 还有好多私有企业制度的建议 要理解这个过程了 我们首先就要理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谈到好多方面的区别 何必说计划经济下谁是了算 是政府是了算 市场经济下谁来组织策 是消费者是了算 然后呢企业来组织策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那计划经济下是没有企业家的这个地位的 只有政府的地位 所以最优秀的人呢 一定都往政府跑 那这个呢 我要说的就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了 我们一般会误解啊 计划经济公有制下权力是大家的 权力是集体的 私有制下权力是个人的 市场经济下权力是个人的 那这是一个误解啊 任何体制下权力都是个人使用的 因为一个抽象的国家政府 他是没有能力使用权力的 只有活神师 有心有肉 有头脑 有思维 有理智的人了 他才可能使用这个权力 那么我说计划经济和私事经济 究究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 在计划经济下 所有的权力也是定义在啊 依附于职位的 就是你有多大的职位 你才行使多大的权力 当然你看明首先你要进入政府 如果你不在政府 你是农民 你这个所谓贵有资产 这些权力你是没有的 进入政府之后 你能有多大的权力 又因为你的职位高低 或者你是部级干部 还是居级干部 促及干部 每一级别都有权力的分配 这就是贵有体制下 就是贵有资产的权力 就是这样去分配的 而比投资 什么样的人 能批准多十万的投资项目 其实不仅仅这一点 不仅投资 甚至我们看生活资料的分配 也是根据全大学分配的 何必是你出差坐火车 谁能坐软卧 谁能坐硬卧 谁能坐 只能做硬卧 依赖你的职位 好比具体干部 以上可以做软卧 然后初级干部 做硬卧 然后普通干部 只能做什么硬卧 然后你能不能坐飞机 你能不能坐小轿车 你住什么样的房子 甚至去什么的医院 甚至你看什么样的报纸 都是给你的官位定的 你还在计划经济下 高级干部可以看内餐 看青叶 看大参考 我们老百姓呢 只能看人民日报 然后看那个大街上卖的那个小参考 就是参考消息等等 所有的权力都是根据职位来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 也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引进的是怎么一个制度呢 叫产权经济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钱输了算 过去是全输了算 现在是钱输了算 钱输了算 就是你有钱 你就可以享受 你不需要当部级干部 但是你可以坐下 和部级干部 压好的小轿车 你可以跟部级干部 住上压好的房子 你才可以坐飞机 可以坐网站 如果你有钱的话 这就是他最大的虚比 那就是我想到 就史玛迁在两千多年 在获得力赚里边的一句话 可以说总确的反映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变化 他的原话就是 千金之家 比一独之君 据万者与王者同道 就是你有一千金的家庭 人家 你可以过一个像诸侯一样的生活 你有一万金的人家了 可以过一个和国王皇帝一样的生活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知道 好多人对这个变化 还是不太满意的 其中一个不太满意 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习惯于权力的差距 中国人历来是对这个权力 我们是重重的 但是我们不习惯 由于财产货币制度带来的差异 我们看过去有一些人 可以做好 做小吊车 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行 有些人可以安电话 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能安电话 或者大家觉得很自然 为什么人家安电话 人家是聚集干部 人家是处级干部 所以好像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跟我们原来一块长大的人 突然之间 住的比我们好 穿的比我们的好 我们心里可能就什么 不太舒服 这是很自然的 我记得 八十年代发生这样的事 就像你们在计划经济下 假如我出差 坐到一个软物包厢里边 有四个人 我另外三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呢 我知道他们和我的级别是相当的 都是聚集以上的干部 然后我们就很轻松的一块聊天 就互相认识 然后八十年代发现变了 我是一个聚集干部 我进了软卧车县以后 一看对面做一个个体户 你说我气不大一处来 对吧 怎么这样的人都可以坐在软卧里边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但是从干部的角度来 他有点不适应 我们老百姓甚至也不适应 我们原来我们看到那些有特权的人 这个享受的特权 我们没有提出多少的意义 但是我们看到有钱的人 现在享受这些消费 我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这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当然我们知道观念都在变化 而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两种制度 就是我叫它 知权经济和产权经济 这两种制度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在这些经济下 人们也竞争 政府官员 你要熬一个位置 从副局干部贴到一个副局局 副局局到镇局局 镇局局到副部局等等 这是一个很强的阶段 也在竞争 但是他们竞争了 不创造财富 不创造财富 谁能够得到提升 经常不依赖于你的能力有多高 你为社会带来多大的价值 而是依赖于 你能够拿住病人的手段有多少 如果你有对病人的伤害能力 那你就可以得到提升 这个大家最简单 你认识更有位置的一人 他一打招呼 你就可能提升了 我都不认识他 我比你干得最好 我都提升不了 所以这种竞争 不是创造财富的竞争 甚至可以叫做说 毁灭财富的竞争 大家互相伤害 写这个 好比是匿名性告 我看你干得好 可能被提吧 我写一份匿名信 提个邮票八分钱 就被你干掉了 所以我们看计划 我们那么忙活 但是人们的生活 几十年没有改进 那看看我们到的产权经济以后 那农民 你要比人家过得更好的生活 你去当个体货 你就够产出泛用 那一定要满足别人的需要 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八十年代 这个傻子瓜子 年光酒 安徽的 他就炒瓜子的 他变富有了 你一个炒瓜子的 凭什么富有 无非就是你给消费者 带来更多的好处吗 你炒的瓜子 大家喜欢吃你才能富有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 去说强迫人家 不钱给你 所以你变得富有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给别人串造价值 这就是计划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最大的不亚 所以我们同样是中国人 我们的聪明才智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计划经济下 我们斗来斗去 互相伤害 我们不串造价值 走到了邓小平改革 开放 搞市场经济 我们开始串造价值 在大部分情况下 那我们仍然 就是你一个人 你要比别人过得更好生活 第二你为受害就是贡献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 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几代企业家 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中国的经济潜力究竟有多大 推动发展 产权制度为何要加以保护 商品的价格究竟该有什么决定 世纪大奖堂之 市场的逻辑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正在播出 我刚才前面提到企业家 中国人呢 不是我们天生的不具有企业家精神 而是在过去的制度下 中国人最大的进去当官 从隋唐开始搞了科技制度 政府工作是地位最高的 做企业是地位在地的 所谓四农工商 重农以末 所有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人不愿许经商 所以这也是在过去两百年 你看西方蓬蓬发展的时候 中国人最优秀的人 仍然想去到政府去 不去做生意 不是去创造价值 而是去分配价值 那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发展 到了改革开放之前 大家想中国最聪明的人在什么地方 就两个地方 一个在政府 当官 另一个就是在农村 农民 为什么农村有最聪明的人呢 是因为我们的户口制度 你出身在农村 你就再聪明 你都没有机会当官 所以在聚集在这个地方 改革开放第一步 持续中国的第一批企业家 就是这些农民企业家 他当不了官 现在邓小平给了他自由 所以他变成了个体户 变成了万元户 就是他为受害串造的价值 还有一部分呢 政府当官的这些人 在八十年代 是看不起那些中生意的人的 因为那些 他文化程度也不高 尽管赚了钱 但是我记得我在国家TG 我们搞过一个民意调查 调查也就是说 但是个体户的经济地位 已在排在最高 但是个体户的社会地位 排在倒数第一 就是他尽管经济上致富了 他政治上没地位 大家不中重他 第二批到了九十年代开始 邓小平南巡简化之后 一大批在政府工作的人员 开始下海了 他们为什么下海啊 有一些人政治没前途了 另一些人呢 可能认识发生了变化了 因为特别邓小平南巡简化以后 就说我原来只有政府 才能享受的东西啊 我现在不做政府 我做企业 我不当官 我做生意 我也可以享受了 所以就第二篇企业家下海了 起来了 那么到了过去十年前 我们知道网络经济的时候 一大批海归企业家进来了 像我们知道像李热红啊 斩朝阳这些人 都是在海外多了博士硕士学位 回到中国办企业 这我理解就是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 三代企业家 农民出身的企业家 政府官员出身的企业家 和海归和工程师转变 转变的企业家 那么这三代企业家 可以说过去三十年代 在中国的经济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了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 我刚才一个人看不起他们 我们不服气 跟我一块成长起来 我上大学了 才都是一个小学 中学都没事 就现在别我富有 我心里真的不服气 第二代企业家也有问题 因为他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利用政府的特殊关系赚钱 我们形象也不是很好 但是第三代企业家 大家形象好一点 为啥 他海归了 他拿的是外国人的钱 我们没意见 然后他做的高科技 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对他们赚重重 所以他们的生育赚好 但是我们从一个历史看 就是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我也必须强调一点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对中国的企业家 在过去所有赚的钱 都是由于跟社会中的贡献的 有一些人是靠特权 或者是靠分配病人的财富来赚钱的 我们未来的改革要做什么 就是怎么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体制 这个体制下 任何人想要致富 都必须前提是给病人创造价值 使病人变得幸福 那么大家讲 这个问题之前 我还要稍微怀过头来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社会对这个收入分配 有好多的这个增弄了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大家应该承认 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 有更多的机会均等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这种 我们叫富有的人 我不是我刚才讲的说 相当部分 大部分它是因为给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要指出一个就是 好多人在八十年代都是 我们现在 有现在的事情叫弱势群体 如果他当时不是弱势群体 他怎么能当个体户了 他进入政府了 进入贵要企业了 谁去当个体户了 只有弱势 那时候的弱势群体 同时有一些企业家数据的人 才会当个体户 才会做生意 所以这在中国社会的过去几十年 结果我们这个垂直流动性 变得更大了 我们知道 现在仍然有好多的政府部门 想有好多的特权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应该承认 在过去三十年 这个特权 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当中 占的比重 还是在相对下降 而一些没有任何特权的人 我们看也他可以冒出来了 他可以变得富有了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进步 现在我在回过头来给大家 就是说 我们未来 就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私权化的道路上 我们的像贵油企业 在经过八十年代 九十年的改革之后 本来是不断的萎缩 民营企业越来越赚大 但是在过去几年了 随着一个新的现象 贵油企业占领大量的受害财富 利用这种资产 占有的资产 和他有描述的特权 来不断地压迫民营企业 好多民营企业被不投协 投奔贵有企业 然后贵有企入股 最后变成一个总贵有企业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其他方面的制度 像这个产权制度 我们计划经济是个人没有产权权利的 我们改革以后 好不容易开始建立一个产权制度 但是你看过去几年 任意侵犯财产权利的事情 不断地发生 这个不按四材的规则去办 不是按照四材的逻辑 而是按强盗的逻辑 去处理这些问题 看我们的价格控制 我们好不容易不好多的价格放开了 按四材自由决定 按共求决定 但我们现在看 过去几年 尤其是去年以来 政府发改委在管的价格越来越多 一个企业要提价 要得到批总 发改委不断地找这些企业进行所谓面谈 劝告他们 事实上就是不中立体 按照这样一种趋势 就是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加的潜力 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那我要是就是说 我们 我们先 给大家 讲到这 我想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中国的潜力 久久有多大 我认为中国的潜力 潜力本身还是很大的 我给大家举一件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市场的规模 就是世界上多一无二的 我先算了一个数字 就给大家具体 何必说 我们看中国每一个省 它的规模 我一开始比我们自己 何必说 我们知道台湾 经济规模蛮大的 所以亚洲四小龙 在200年的时候 我们广东 是大陆最大的经济体 它的GDP是台湾的37% 但是2009年的时候 台湾的GDP是广东的67% 就完全倒过来了 江苏的GDP 山东的GDP 都超过台湾的GDP 我们看香港 200年的时候 广东的GDP是香港的70% 但是2009年了 香港是广东的36% 那香港的GDP呢 跟四川差不多 现在就是在中国来讲 它也只能排到第十来位 我们好多的这个省呢 其实它的经济规模了 超过好多的国家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好比波兰 是东欧第一大经济体 印尼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 沙特阿拉伯 是中东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他们的GDP规模 都小于广东 现在这个伊拉 是中东第二大经济体 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的经济规模 都小于山东 小于江苏 现在委内瑞拉 是南美第三大经济体 南非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他们的经济规模 都小于浙江 也就是中国 处于第四位的经济体 我们看到利比亚在打仗 在利比亚的经济规模 都小于我们的山西 在2008年的时候 山西还在中国的第十八位 这个我不多讲了 但是我给大家概念 是中国的好多省的经济规模 就很大 更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 对 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 一个是它的劳动力的供给 技术的进步 因为人多 大家知道 你这个人多了以后 聪明人 就是同样的比例 绝对量就多 绝对量多了 有聪明人 发明出新的技术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叫外倚性 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规模 那我们开始 中国说几乎每一个东西 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在给外国的这些企业家讲 我就举一很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我们在洗脚这个行业 在中国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有上百万人在这工作 我们的教育 正规的教育是政府垄断的 就是这些培训的教育 已经是要12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甚至我们结婚 这很简单的事 你看中国人一定要多少人结婚 上海要14万人结婚 14万对夫妇结婚 每对夫妇 好比说一次几乎花10万块钱 上海就有140亿的市场 那全国有多大 我就是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那么中国未来的增长 真正能不能把中国市场的潜力 发挥出来 就变成关键问题 中国过去20多年 出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业 因为只有交通发展了市场 才能连接起来 原来交通很落 我们有些地方要有特产 土特产很多 但是用不出来 烂在那了 根本不值钱 现在有交通 它运出来了 它就值钱了 那就是中国过去 这个20多年 交通的发展非常的快 现在任何两个地区之间 的时间 花的时间 应该是只有20年前的三分之一 最多是二分之一 就过去你只有三天 从一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 现在一天肯定到了 过去你只有三个小时 现在可能一个小时 包括我们看京湖高铁 马上开了不到五个小时 原来我记得 在八十年代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 到上海 到二十多个小时 就是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这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经济潜力的发挥 依靠什么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 该如何权衡 如何才能遵循市场的逻辑 世纪大奖堂之 市场的逻辑 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 正在播出 那么中国未来 这个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 问题在哪 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 这个交易成本 能不能鉴定 交易成本就依赖 我刚才讲的好多 制度性的规定 我怀到 怀过他来跟他 就是这几个东西 是最关键的 第一个 贵偶部门太强大 一个国家 贵偶部门太强大 不可能真正借着 市场经济的 因为贵偶部门 它经常不是按照 市场的逻辑去做的 它是按照 强盗的逻辑去做的 它能赚钱 不是因为 它给消费者 带来了更多的幸福 串着了更多的价值 而是它拥有某种特权 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的银行 我们银行现在很赚钱 但你算一下 主要的钱哪赚来的 是利差 利差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 我们老百姓不欠 充断银行 你只能拿12%的利息 然后银行 它带出去 拿那五六六七的利息 这一例以外 这个利差就很大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因为利息是政府规定的 大家如果自由竞争 的话企业之间 既然利差能赚钱 它就不会 从款利息就会提上来的 这样有一部分好处 就分给老百姓了 现在不行 现在就是说 本来应该归出于储户 老百姓的财富 归到银行去了 所以它不是按照 真正的市场的逻辑 在运作 所以中国未来 真正的企业力 能不能发挥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多大程度上 能够减守贵有部门 贵有部门的这个范围 现在大气贵有部门 占到我们的35%到40% 按照GDP的比重 但是它占有的资源 在70%到80% 未来10年 20年 如果我们贵有部门的比重 见到10%以下 那我就中国的经济起列 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那现在其实这个东西不难 贵有企业未来的改革 完全是个政治问题 什么意思 就只有领导人下去 他就可以改的 而且很容易改 你看最简单 我们大量的贵有企业 都是上市了 上市意味着有股份 你怎么不这些股份 转给老百姓就是了 怎么在市场 不太出卖就行了 好多人担心 这些股份一转 会被行则下 俄国那种贫富差距 根部不坏的 为啥呢 俄国那时候 它没有资本市场的 俄国贵有企业 分给老百姓以后 它这多少钱 谁都不知道 所以有些聪明的人 他就看肿了 有些老百姓 他就很胆小 就赶快不这些 分给他的那些 所谓vulture 就是那个份额 都卖了 很便宜就卖了 就一部分人报复了 另一部分人吃贫了 中国不坏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价格 中石油 中海油 中移动 都是有市场价码的 再笨的人都知道 它这多少钱 所以你拿到这个股 你肯定不会 白送别人 所以它不会形成 那种报复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政治上下决心的问题 你只要临到这下去 事情就很好做 然后老百姓的财富 也就增加了 老百姓财富增加了 有更多的需求 那么这个国内市场 就更好的开发了 第二个 我还有见到 因为我们政府对经济的 感与太多 你看我们改一个几十年之后 现在企业家仍然没有 真正的投资的自由 动不动我们有一个 哪些重点行业 哪些非重点行业 而且好多的行业 进入是不自由的 只能一部分人做 不能另一部分人做 特别是只能贵有企业做 不能其他部门 其他人做 特别我们在金融 这些行业 我们有好多是一些 服务行业 起脚的这些 放开劳 这个劳博性可以做 半银行 保险公司 劳博性不能做 那么这就是大的问题 第三个我还前进 就是我们这个 产权制度的保护 你收了有的东西 随时可以被剥夺 那么你都看了 就很近了 你就不坏线 都很长远了 你怎么会去搞技术发明 因为技术发明 创造都在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才能见效 你拿不到这个收益 那你就不可能 真正的去做它 等等 我说有好多的方面 但是所有这些 又有最后一个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 改革问题了 那么总结一下 我就是说我们过去 三十年的改革 是从一个 资权经济 走下私权经济 使我们从一个 相互伤害的竞争 走下了相互 创造财富的竞争 这就是我们有了 巨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现有的体制下 仍然好多是 相互伤害的 仍然是好多 按强盗的逻辑 而不是按照 私权的逻辑来做的 所以未来 中国增加的潜力 就是说我们 怎么能够减少 政府部门的权力范围 怎么能够减少 固有部门的权力范围 这样是更多的资源 释放出来 按照私权的逻辑 去竞争 去篡走财富 在只有这样做的时候 那么中国的一个 私权企业 才能发挥出来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才能发挥出来 你们要认识到 真正的能够推动 我们未来发展 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隐藏在每个人身上 我们不能四线规定 谁是企业家 谁不是企业家 我们要靠竞 为此了 就给每个人自由 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自由的 唯一限制 就是你不给 别人带来伤害 你不伤害别人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让每个人 自由地发挥作用 那么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潜力 我觉得就会 非常的冠冕 中国只有真正的 持续的 按照四线的逻辑 去做 我们中国才有希望 成为世界上 真正的 最强大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民众 才能过上 世界上 好的生活 我讲到这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张明教授 精彩的演讲 您在这个演讲中间 特别的讲到了 企业的性质 和企业家的贡献 是吧 企业在某种意义上 真正的在市场中间 才有企业 不在市场中间 才有个工厂 有个公司 但不一定是个企业 是吧 那么企业 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的 所以这个价值中间 有相当一部分的利润 他赚取的利润 在某种意义上 是消费者 对于他的责任的 一个补偿 对不对 这个利润 企业拿了 企业家拿了 他等于就 肩扛了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的话 就是消费者 对于他的信任度的 其实是一种 类似于投票 类似于投票 这个观点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 深刻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中国过去的 长期的 那种旧的体制中间 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企业 和这样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最近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就不用会言这个事情 相当一部分的民营资本 现在向海外转移 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 民营企业家都在移民 在移民 对 怎么看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上 其实对这个企业家 还有一种 就负面的 负面说的太多 对吧 然后尤其我们这几十年 出现了 因为这些好多因素 搅在一块 就我刚才讲的 确实有一些企业家 它富有了 不是是由于 它给别人带来幸福 而是按照强盗的逻辑赚钱 不是按照市场逻辑赚钱 那么这时候 我们作为普通大众 当然就很难去严格的区分 他没有认识到 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么如果你假设一下 你要追一个企业 你靠找政府是没感觉 你只能讨好老百姓 讨好消费者 现在你讨好政府官员 也可以赚钱 这样由此引起了 整个普通社会 在企业家的一些 负面评价 负面形象 然后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种文化上 就是我们喜欢用 这个道的审判 对 何必有一个媒化的整合 就是首先我们在运动上 已经没老板变成坏人了 所以没老板都是坏人 坏人也有 我们又处理坏人的办法 我们也按照法律的程序 就是我们何必说 你政府要收回来可以 那就公平谈判 对吧 人家进来的谈判 出去你就有谈判 那么这些 如果你按照这个产区的规则的话 可能就好一些 因为你不按照这个产区规则 当然中国企业家 他就开始不放心了 所以财富就要有转移 然后人就要出去 出去了 它是一种买安全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企业家 出去仍然移民了 但还是回来国内做生意 因为这实际上 还是很好的市场 但是他满意保险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好 那你就应该加紧改善它 对 那怎么使大家更有信心 如果 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有好多的这些事情可做的 不是不可为的 保护消费者如何能真正做到 价格管制会带来哪些问题 地方从真民企到真国企说明了什么 如何客观看待做空中国经济论调 世纪大讲堂之市场的逻辑 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正在播出 我们也知道 像最近发生的这一个关于发改委约谈某一些企业 关于他们的价格问题 对他们的价格问题进行某种干预 但是最后事实上有些也并没有干预成功 是吧 这种现象的话呢 其实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这种解读 其中一个解读的话呢 有些人就是解读就是什么 因为这一些企业的产品和最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 观念度比较高 因此它涨一点点都可以影响到那个CPI 因为实际上这个价格上展的幅度啊 我想好多老百姓本身的感受到 那么你靠这种办法可能并不能减少啊 老百姓对这问题的抱怨 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啊 我觉得有 就是说我们这个政府啊 当然你没有能力改变温度了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温度计 对吧 你老靠改变温度计的办法来自我安慰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 对吧 尤其下这个价格 就是如果一种东西 你不让它 政府强制不让它减价的话 那究竟价格是多少 谁都说不清呢 谁都说不清 如果价格很低 没东西 你是价格的 价格是无穷的 因为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它 对 另外就是我在有一次反弹中谈到这 就是它消费界和现在它有个价格平衡嘛 对吧 它的利益啊 它不是说只照顾一番面 你说如果一位就是说官司照顾买的人 那卖的人破产了 买的人也得不到好处 所以共同的生存下去 这是所有的利益所在 对 所以在这一项就是说 我们保护消费者主要靠竞争 靠市场 而不是靠 靠政府 政府实行这种的后果 直接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你看 好多东西它成本上上了 不让它占价 它就不生产了 它就生产那些低质量的 对 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就立下选择 因为它低质量的成本比较低嘛 你的价格反倒它不管 然后高质量的你价格管 那它就不生产 最后受害的其实还是老百姓 所以我这一项 我是真正保护市场的 不是正 而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力量 不是来自政府的这些约谈 价格管制 而是来自私产竞争 您在这个演讲中间 特别谈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 它的这个庞大 而且它背后的政治资源 以及它本身占有的是这个国家最优势的一些 那种贯性的一些资源 但是这种是这种资源的分配本身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间占的份额如果比较多 而且一直是那种优势的份额的话 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的力量 怎么能够和它进行博弈 很难 这个我打一个比方 就像一个家里地形几个 地形五个 所以有一个人 有地形里边有一个比较懒 没关系 另外四个很勤快 日子过得也不错 但是如果有三个比较懒的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对吧 所以就是说贵有期如果它比重比较低 那它不至于对经济整体形成大的伤害 而贵有期比重大的话 它就对整体经济形成伤害 好比我去浙江调查 去广东调查 现在这些地方都拼命地吸引所谓洋企 中央的企业 大企业去那去 原来本来这些地方都是民企的 你看民企就没戏 只有抱着这个贵有期的大腿 谁能抱着这个腿 谁才能够活下来 所以大家这时候就是不是怎么想办法 创造财富 生产消费这些喜欢的东西 而是怎么跟这个中央的这些企业 不是想去做蛋糕 而是想去抢蛋糕 所以这个就我觉得非常的危险了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量都是在分个蛋糕 而且用某种不规则的方式送个蛋糕的话 那么都是非常的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 我再补充一点 刚才没有讲到一句 企业跟政府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政府它是靠税收 是 获得收入 所以不论你幸福不幸福 它都有收入 它要养活它 企业了 你不幸福它就没收入 你不买东西它就肯定没收入 政府可以强制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然后一些贵有企业 好多就利用 实际上它是利用政府的权利 在经商 在做生意 而不是靠私材的逻辑在做生意 所以它不需要有成长价值 对 不需要成长价值 而真正的市场企业 是一定要去创造价值的 对 所以你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现在我们的民间舆论 开放它还算是比较可以的 因此你看 我们的这个舆论中间 甚至包括我们过去说的主流媒体中间 对于银行 对于这些大型的这个央企 各种各样的抱怨声 可以说是接连不断 但似乎好像撼动 好像是皮肤撼术一样 那我想这个 其实还是一个政治局策问题 对吧 因为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 当然它本身是部门的利益 甚至个人的利益 那么如果没有一个 贵有企业方面 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的一种压力的话 仅仅靠从下到下 就靠老百姓这个压力 可能不注意 去真正的改变它 那又打破这个利益关系 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改革的主张 你看我看八十年代 也有很多部门下维持这个权力 但是邓小平的这个方式很清楚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好像在77年的时候 邓小平说要恢复高考 就算大学要考试 但是教育部长 就是告诉邓小平说 这个很复杂 今年没法考 就来不及了 干不了 干不成这事 邓小平很讲说 你能干得了就干 你干不了 我知道谁能干得了 很简单 所以我就是 一定还得有另外一种 变革的力量 来去推动它 我刚才讲的贵有企业 是变起来本身并不难 你贵有企业那些利用 就是你现在 其他方面不变的情况下 能不能不这些利用 本身设成某一种 基金 好比是教育基金 好比说 还有现在你转向洋傲基金 都是使得透明度高一点 人们知道这钱是怎么花的 对吧 既然你这钱好多是来自老百姓 那就也就运自老百姓 然后我们还可以 都税收的时代的建立一点 对吧 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 好像政府 政府的收入越多就越是好消息 对好消息 好消息 对吧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 好 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环节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有疑问的 要向张教授提的 请举手 张教授你好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从2000年到2009年 这个十年当中 那中国的这个GDP 也就是说在您这个 这个这个 国际民退的情况下 中国的GDP的增长 反倒超出了很多个 是纯粹市场化的国家的 这个这个水平 或者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这又怎么解释呢 谢谢你 首先你看这个 在在过去十年 中国经济呢 其实发展非常的快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 首先国际民退啊 不是过去十年 一直发生的事 国际民退是 尤其是在过去三四年内 这个比较严重的 那么在我们 现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 好多不过银行上市啊 等于它都在往前推 国际民退的这个 在2005年之后 就是说我们民营化 这个其实有所停动 因为当时有好多的争议 但仍然属于拉锯的这段 真正的大的倒退 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对吧 另外它好多的经济增长 它有一个持续的过 就是我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过去 2014年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好多来自我们 80年代 90年代体制改革的积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成效 我举一个例子 贵油旗的改革 不好多的这些 呆坏战的处理 在那 假如没有那些改革 我们看看2009年的金融危机 能扛得住吗 肯定扛不住的 所以我就是我们 从历史的看这个问题 但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们这个国际民态 其实继续下去 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 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所以一个体制的变化 和它体制的经济业界下的表现 它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时差的 下一位 张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就是目前国际上 做空中国经济的论调 一直在有 我想问您一下 您怎么看待 做空中国经济的这个论调 谢谢 我想这个 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所以它一会儿了 是中国好的不得了 一会儿又是中国造的不得了 这个事情肯定未来还会持续 那我自己认为 中国的未来完全取具中国自己 不是取具其他人 如果我刚才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四川化的方向 继续进行改革 我相信这个做空的声音就慢慢就会消失了 对吧 又最后要看事实 但是我们也要繁殖一个 我们动不动不用用那个阴谋弄的角度 来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一看老旧的字有阴谋 这个四川经就这个特别 它很难有一个形成真正的阴谋 因为病人用阴谋 你就有反阴谋就可以赚钱 对吧 就是互相治 就像一个法庭上 你有原告被告 他是有好多种力量的 所以在不论外国人怎么看中国 我觉得我们应该理解为很正常 我们应该很坦然的去看待它 不要说动不动就是西方 有这个阴谋高跨中国或者什么 尤其我们企业家也不应该这样去看问题 我们人类的认识是很有限很有限的 我们拼命的显不思勤搞正确 但我们经常证明最后我们搞错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这样 西方人中国人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 因为我们对自己没信心的话 更愿意听个人讲什么 所以就形成所谓的一浪一辣 有时候是中国好的时候 大家都跟着 谁都害怕自己是错 都是中国好 有时候是中国不好的时候 也跟着 也害怕自己错跟着 就形成这种愚弄的 这种起伏吧 很正常 改革开放是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经济实践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种种问题 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的时候 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市场经济的特征 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争论还在继续 但是市场经济是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 如何发挥其机制 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再次感谢张文英教授的精彩演讲 也感谢今天在座的老师和同学 下周实际大长强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